嗨,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我普通一天的饮食记录 全是在家做的 早上一个smoothie 这是冻芒果肉 倒入橙汁 搅拌起来 有没有超简单 我特别喜欢吃水果 而且早上也想吃甜的 早上摄入好多维生素矿物质 我感到很清爽,提神 然后加一把核桃仁 核桃里的脂肪蛋白质 延长喝果稀的饱腹感 午餐时间到 锅里加油 倒入洋葱、胡萝卜炒熟 有的小伙伴因为要减肥 所以炒菜不用油 用一些水代替 我试过可是真的没味道不好吃 为什么用油呢 一是因为油温高 可以快速加热菜 使菜炒出香味 二是因为油可以吸收融会 调料的味道 可以算是滋味的承载体 从而带出菜品的香味 三是不张锅 这我不用多说 四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脂肪燃烧脂肪效应 适量的脂肪在胃力 减缓你消化速度 延长你的饱腹感 所以长时间下来 你吃的总量会减少 好的 炒到半熟后倒入酥肉 这个叫C10 用古物蛋白做的 就是从小麦中提取蛋白质成分 做成像肉一样质感的酥肉 还蛮有嚼劲的 好的 出锅 倒入一个大碗里 再加一个牛油果 教大家怎么切牛油果 就是俗称的恶离 对半转一圈的切 去盒 用刀尖滑出一条条 千万别太用力戳到手 最后用勺子瓦出来 我不喜欢浪费 就把皮里剩的一点点瓦出来 就跟舔蒜奶盖似的 碳水呢 就来点玉米片 这种不是炸的 还蛮健康 好的 这就是午餐 不知怎的晚上我俱想吃土豆 于是乎我扎扎扎 这样扎土豆 然后烤里面熟的快 放入225度烤箱烤过50分钟 然后腌一下豆腐 我的独家秘籍 简便酱料石 酱油 蜂蜜 辣椒粉 只有这三样 混合后把豆腐放进去 各个面尽量都蘸到 弄好后放到一旁 我们再做个沙拉 倒入半袋沙拉 这里主要是生菜 然后各种切菜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往沙拉里加东西 有的小伙伴问我饮食习惯 我一般晚饭吃的最多 占全天热量的50% 早餐午餐加起来 另50% 我也尝试过过午不时 可是晚上本来是 休息享受的时光 要睡觉了还饿着肚子 我是接受不了 总之 只要你每天摄入的 食物总量合理 管你在哪顿吃的最多 分两顿吃 还是分五顿吃 找到适合你 生活节奏的就好 我在晚上吃的饱饱的 第二天早晨 健身才有力量 而且一般和朋友 出去吃饭都是晚上 所以我个人的节奏就是 白天锻炼 吃的干净健康 精力十足的做事情 晚餐吃的足够饱 然后满足的睡个好觉 我真希望有个机器代替我 想要切什么形状 立马帮我切好 Anyways 把沙拉拌匀 这是好大一份 我一般做饭会多做些 有些剩余 这样不用每一顿都下厨 盛出一碗沙拉 今天我用蓝纹奶酪沙拉酱 就是奶酪味超强烈那种 一开始来美国不习惯 后来渐渐发觉 它和臭豆腐味道相似 然后就喜欢上了 好 油煎一下豆腐 豆腐放好后 把酱汁淋上去 两面各煎三分钟吧 虽然颜色不那么好看 但是好吃 最后土豆烤好了 教你们一个经典吃法 把土豆对半切开 然后抹上这个香葱奶酪 用叉子压碎 压松软 特好吃 我觉得只有豆沙包 才可以和这个媲美 OK 这就是我的晚餐 总体上我的饮食 就是中西结合 美味健康 营养素全面 而且快手 感谢小伙伴们观看 我们下次见